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是一位创造一座万物的主宰 他是一位希在 金在 永在的神 所以我们要以赞美 祷告 聆听主的道 还有奉献来对上帝的一个敬仰与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忧虑 我们烦恼 我们害怕 等等各样的心情 我们通通都要谢给他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是的 我们要相信我们这位上帝的全能 因为他是一位所有就有 命力就力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重担都谢给他 我们这个时候就来注目在主的身上 我们要将这段时间来分别为圣 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来进入他的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好不好 我们这个时候先以诗歌来颂赞我们的主 弟兄姐妹 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信拜赞美上帝 祷告让今天圣灵的火充满我们 以致当我们回到教会实体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一个电池 已经完全充满了电 充满了圣灵的火 让我们这样一个热忱的敬拜上帝 感谢主 圣灵的火充满我们 火火火神灵的火充满着闪烁 信徒们在此等候充满我们的心 火火火神灵的火充满着闪烁 信徒们在此等候充满我们的心 火火火神灵的火充满着闪烁 信徒们在此等候充满我们的心 火火神灵的火充满着闪烁 信徒们在此等候充满我们的心 火火神灵的火充满着闪烁 宣满着闪烁 信徒们在此等候充满 من瞑身 离得闪烁 离得闪烁 因此等候充满我们的心 祂用照亮我的灵魂 耶稣就是光 是教会的光 耶稣就是光 是教会的光 耶稣就是光 是教会的光 祂用照亮你的灵魂 耶稣就是光 新加坡的光 耶稣就是光 新加坡的光 耶稣就是光 新加坡的光 祂用照亮我的灵魂 佛佛圣灵的火 充满着世界 佛佛圣灵的火 充满我们的心 佛佛圣灵的火 充满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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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的圣灵 我们需要你充满我们 因为在这个非凡的时代 我们需要你的灵来引导我们 在你的教会 求主的灵真的是光照了 使我们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我们要心起来 来为上帝发光 谢谢主 我们是属上帝的百姓 我们属于你 都是你的百姓 我们属于你 都是你的百姓 我们这无穷意 炫耀你的生命 在这黑暗的时代 在这黑暗的时代 你照我们发光 当我们寻求你面 主啊 谢你大难 咱们是属下 谢你大难 千里 你教会 来依止着你 来依止着你 愿 你多度降临 千里 你多度降临 千里 你多度降临 你教会来依旨这地 愿你只以成全 我们是你的百姓 我们属于你 都是你的百姓 我们都呼求你 炫耀你的生命 在这黑暗的时代 你找我们法官 当我们寻求一遍 祝我写你的能 祝我建立你的教会来依旨这地 建立你的教会来依旨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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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我们需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被圣灵来充满我们 祝我让我们的灵力里面 真的不断不断地有神灵的热忱 不管我们照遇在任何的一个时代中 在任何的环境中 祝我让我们再次的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我为我们教会祷告 让教会被你的火来燃烧 让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 为主心情 为主发光 主啊我们在一次唱建立你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你掌权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教会掌权 在弟兄姐妹的圣灵中掌权 所以主啊谢谢你 我们再一次弟兄姐妹 让我这样扬起你的声音 在你灵里面来对圣灵来说 主啊兴起我 充满我 建立你的教会吧 建立你的教会来引识着你 愿你过度降临 建立你的教会来引识着你 愿你去以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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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看到你的国家里 主啊我们愿意对你说我们在这里 我们是一个顺服的器皿 让我们愿意让神祢透过我们 彰显你的旨意 因为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代中 我们更要看见神祢的国度 越来越降与越来越降与越来越降与越来越彰显 主啊一致当中这个世界 主啊进入到这个黑暗的时候 反而教会的光要越来越照亮 我们生命的光要越来越照亮 主啊一致于神啊 我们去到哪里就要把光带到黑暗里 那个地方就要成为上帝的国将领的地方 谢谢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预备灵受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八天父 愿你的灵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耳 赐我们一个虚心受教的灵 也求主使用孩子 将你的话语清楚明白地剖洗出来 使听的和讲的都同德造就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取自菲利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 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 菲利比书二章第五节 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的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阿们 好 弟兄姐妹们 只要从今年一月份开始 新冠病毒这个阴影就始终的一直 融栽在整个的世界上 各国的疫情和患病的人数 每天都在不断的增加 就是到最近这几天 人就是以每天确诊 十多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不过在这个中间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虽然让人有点心痛 但是 他却在人们的心底深处 留下了温暖的光芒 这个故事讲到 有一位72岁的意大利神父 贝拉德里 他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 而呼吸困难 在他教区的那些民众 就特意为他购置了呼吸机 但是贝拉德里神父 他放弃了 为了使更多的人 其他人能够得到救治 他放弃了使用呼吸机的机会 然后把这个呼吸机 让给了另外一位 素不相似的年轻的患者 最后贝拉德里神父 他因为病情的恶化而去世了 就是在当神父的官母 被送去台区埋葬的时候 在路上 沿路有许多的居民 他们都自发地站在窗前和阳台上 默默地为他们所爱戴的神父 来流泪送行 这个故事也让我想到了 在探探尼克号 当探探尼克号即将沉没了那一刻 也是有一些牧者 还有基督徒们 他们主动地站出来 就是把自己的救生圈 让给了一些有需要的人 就是在现在 在时时时刻 在我们的周围 仍旧有很多的一线的医护人员 和一些志愿者们 他们也是临危而上 在病房 在医院 在客工的隔离区 来照顾 看护那些有需要的患者 和被感染者 同样的 在这个时刻 还是也有一些人是逃避 为了逃避 而急忙地去辞职的护士 和一些为了自己的缘故 而不顾他人的安危 隐瞒自己的病情 去承搭公共交通的人 更有一些 就是在刚刚解封的时候 他们就不顾安全的距离 然后大肆地聚餐的民众 甚至还有人在疫情当中 向人土口水 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其实 这些的自私自利 和只顾自己的行为 在各个时代 都是有发生 在保罗致敬了 这个菲律比教会 也是有同样情况发生 菲律比在当时 是一个多元化的大城市 在那里面 有教会也是 教信徒也是来自 各个不同的阶层 他们有的是 富有的羽商人 有的是来自亚西亚的 那些犹太人 犹太信徒 还有是土生土长的 希腊女奴 另外还有来自 罗马的狱祖 所以他们有 不同的生活背景 因此要保持合一 也是非常困难 但是虽然 菲律比教会 他们还没有那些 发生分裂的迹象 但是他们也是要 仍旧努力去保持这个合一 而就像保罗 在二章二节 有获遇到 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只有这样 教会才能够达到 灵力的合一 而自私自利 只顾自己 然后贪图虚浮的荣华 和那些荣耀 只会在教会当中 造成一些分歧 带来纠纷 所以呢 保罗劝勉 当时的 菲律比的信徒 他们要内心谦卑 真诚地来 欣赏别人 把别人的事 摆在自己的事之前 这样才是 促成合一的 一个正确的方法 这里讲到 自私自利呢 是新一本里的翻译 在合合本里面 是翻译成 不可解答 这里在新一本当中 翻译是比较恰当一点 到这里 我们还都是在 靠人的道德伦理上的 谦卑来行使 这之后呢 保罗在二章五到十一节 引用了一首 圣经中最优美 最深刻 而且最庄严宏伟的 耶稣之歌 来提醒菲律比的信徒 也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都要有应该 以耶稣基督的眼光 和耶稣基督的心态 来谦卑虚极 这首流行在 早期教会的 耶稣之歌 把耶稣在世的生活 摆放在我们面前 向我们展示了 耶稣 为了完成 圣父上帝的救赎之爱 降悲 舍己 受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不活生天的 一幕无画面 保罗在这里 不是要我们去 简单的模仿耶稣 也不是要我们去 把这个当作是一种 行为模式来套用 而是要我们在生命当中 去活出 耶稣基督的降悲 舍己 还有他为他人 着想的这个生命的数字 在菲利比书二章五节 就是整首 耶稣之歌的一个起头 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 为心 心一本的翻译 是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 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 这里基督耶稣的意念 指的就是 在基督耶稣里 信徒应该有了谦卑 和顺服的品质 现在我们看第二大点 是讲到 分析我们整个的 从第六节 一直到第十一节的经文 第二点是 耶稣基督的降悲 顺服与身高 我们先来看 耶稣基督 他是如何降悲 在我们东方文化里 谦卑有很多时候 是以鲁家文化为 出发点的 比如我们常讲的 温良公千辣 如果听到有别人来赞美 赞扬我们 表扬我们 我们总是会回应 过奖过奖 没有什么啦 那么 基督耶稣的谦卑 是怎样的呢 首先 基督的天悲 神的形象就应该紧抓住不放 相反 他为了人类 为了我们 还完全的 导空了自己 舍弃自己 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 成为人的样式 甚至是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我们作为人 很难想象 就是耶稣基督 对耶稣基督来说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牺牲和白伤 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已经付出很多了 我们已经为主舍了很多 比如说 我请了假 来小组 我放弃了 我一天的生意 来参加崇拜 还有 我每个月的奉献 都是把我收入的 二十八千奉献 等等等等 但无论怎么样 我们的舍弃 还是都是在人的层面上面 我们不可能 说 我自己 我来舍弃 我降杯 成为动物 成为花草树木 而耶稣 他是实实在在地 从完全的神 把降杯为完全的人 他从最高降到了最低 甚至低到了尘埃里 取了最卑微的奴仆的形象 身份 在人间 耶稣他不是君王 也不是显贵 也不是财主 主说 我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保罗 也对菲利比信徒说 凡事 只要凡事 放胆 不论是生 是死 总教基督 在我身上 长血为大 因为我活着 就是基督 我死了 就是有益处 今天 变了得理神父 效法耶稣 谦卑舍己 他虽然舍去了 能够让人存活的呼吸机 进而舍却他的生命 但是他却得了益处 他再次让耶稣基督的爱 他的光辉 温暖了 照亮世界的每一个人的心底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今天的疫情面前 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舍己的心智呢 当我们陷入了口罩的 缺乏的危机当中时 你我是否会站出来 把家里仅有的几个口罩 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 当医院急需血液 来救治病人的时候 你我是否愿意站出来 把我们的血 捐给那些危险中的病患呢 上帝的爱 给予我们信心和力量 相信大家一定会站出来 但我们是否 真的能做到甘心乐意呢 其实舍己 并不都是要我们 做出一个生死的决定 更多的考验 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 一点一滴当中 我们非常熟悉的 在中国广传福音的 带得生物是 它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 去找它 去见它 它都好像是 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 唯独你的事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 它一天不知道 要写多少封信 一天不知道 要见多少次人 但是它却总是 能够先顾别人的事 这就是基督的设计 就是把别人的事 总是放在自己的事之前 看得比自己的事还重要 在第八节 耶稣既有了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这里耶稣的谦卑 舍己 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 他是和神 有一个同等的地位 所以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 能够迫使他来谦卑 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甘愿将卑他自己 我们自己来问心自问一下 我们的谦卑 又有多少是甘心乐意的呢 我们表现出的谦卑 是否是为了博得他人的赞扬 我们表现出的谦卑 是否是为了证明 我们自己的品行高尚 我们表现出的谦卑 是否是为了掩盖 我们内心自己的自卑呢 怎样才是真正的谦卑呢 确实 相对于谦卑来说 人的骄傲 常常是在无声无息中 表现出来的 真正谦卑的基督徒 一般都是比较 能够分辨和注意到 自身身上的骄傲 而真正骄傲的人 却对自己身上的骄傲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所以真正的甘心乐意的谦卑 不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 有多么高尚的品德 也不是为了博得别人的赞扬 更不是为了要掩盖 我们自身的自卑 在马太福音中 耶稣有说 我心里温柔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所以 基督里的谦卑 就如保罗所说的 自己卑微 然后内心温柔 愿意受教 忍受苦难 且有怜悯人的心 因为他完全明白 自己是罪人 他愿意顺服 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 耶稣的谦卑 也是完全的顺服 照人的思想 耶稣由神 道空 降卑为人 取了奴仆的身份 算是已经降到了最低了吧 但是 这还不够 耶稣基督 为了拯救我们这些 有罪的灵魂 他顺服神的旨意 甚至 舍去自己的生命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要知道 在当时古罗马的时代 人们是把 荣药 荣誉 看成比生命更重要的 而十字架 钉十字架的刑罚 却是被认为是最耻辱 最羞辱人的一个刑罚 只有那些 奴隶 叛徒 还有十恶不赦之徒 才会被钉十字架 耶稣甘心乐意 将自己降到最深的深渊 这样的将被顺服 古往今来 无人能比 也只有这样 耶稣的宝血 才能够赎回我们一切的罪 为世人带来救恩的福音 和永生的盼望 基督的降悲和顺服 是非常痛苦的 就如同耶稣 他在受难前 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 他说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这是耶稣自己心里的 一个心意 这个苦难 非常难熬的一个痛苦 使耶稣也产生了动摇 但紧接着 他又祷告说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顺服上帝的意念 让耶稣 在极度痛苦中 依然完成了十家的苦悲 十字架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做出的一个顺服的榜样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就是完全的身高 在前几节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 一路来都是耶稣采取主动 他主动的舍去与神同等的一个地位 又主动的降杯为牛仆 主动的走上十字架 顺服致死 成就了救恩 当他整个刀成肉身的使命完成之后 耶稣就完全的成了被动 我们一起来看 二章的九到十一节 这里告诉我们 父神他亲自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 恢复他与神同等的一个地位 所有的人和万物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而屈膝 来扣称耶稣基督为主 是的 我们今天贝拉德利神父走了 当年的坦坦尼克号上的牧师和基督徒们也走了 但是他们的舍己和顺服 却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中 虽然疫情不容许意大利的民众当地来举办了个葬礼 但人们都自愿地在自家的窗口和阳台上 来默默地流泪 送别他们亲爱的牧师神父 而当年坦坦尼克号上 也有将近八成的得救的人 因此而成为了基督徒 所以谦卑和顺服 让基督得以升高 也让基督的光照亮温暖了世人的心 最后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受死和复活 最终都是为了归荣耀与神 所以我们在世上一切的心思意念和行为 都是要谦卑顺服神 以荣耀神的名为我们最终的目的 这里我又记想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是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当时纳粹军官正在招募一个汽车司机 来托运尸体 而托到野外去埋葬 但是没有人愿意为当时的纳粹来卖命 只有原来担任英军汽车兵的一个罗迪克 他是迫不及待的报名参加了 罗迪克卖力的来讨好那些纳粹军官 对战俘们他是大声的叫骂 拳打脚踢 还没断气的那些战俘 也被他丢到运尸车上运出去埋掉了 冷酷无情的罗迪克 让战俘们都恨之入骨 但却因此而得到了那些纳粹军官的信任 时间长了 他们就也放心地让他一个人独自 去开车出去掩埋尸体 愤怒的战俘们 骂罗迪克是叛徒卖国贼 他们安地里常常来殴打他 他总是被打得遍体鳞伤 鼻青脸肿 有一次罗迪克被打断了右手 于是他再也不能为纳粹开车了 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罗迪克 被看守无情地认定了监牢 任凭他自身自灭 终于有一天 受尽同伴折磨的罗迪克 靠在牢房的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 孤独地死去 随后他也被看守像垃圾一样地丢了出去 罗迪克死了 他很快被人忘记了 连罗迪克的家人也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 后来有一天 英国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刊 刊登了一篇题目为 救我的人是我最恨的人的文章 文章中讲到 战俘罗迪克为纳粹当司机 他粗暴凶残的 扛起还没有死的我 扔到了车上 对看守说 需要去掩埋我 车到半路却停了下来 他把奄奄一息的我 放到了一棵大树下 留下几块黑面包和一壶水 并且对我说 如果你还能活着 就请来看看这棵树 然后他就匆匆开车走了 故事刊登以后 报刊收到了十多个英国老兵的电话 他们都曾在同一棵集中营 他们都被罗迪克放到了大树下 罗迪克也都对他们说过 如果你能活着 就来看看这棵树 于是他们找到了这棵大树 在树洞里 他们发现了一个铁核 生锈的铁盒子 里面装了一本日记 还有一些照片 日记里写着 今天我又救了一个战友 但愿他能够活下来 这已经是第28个了 昨天夜里 战友们又打了我 可我一定要活下来 坚持下来 坚决不能说出真相 我还能再救出更多的人 按照罗迪克的记录 他一共救了36个战俘 罗迪克为了救战友 完全地降卑自己 他讨好巴结 打碎军官 对战俘们恶于相向 故意地背上了叛徒的骂名 他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和名誉 一心只为想着能够再多救一个战友 即使他自己最后在辱骂 折磨和孤独中凄惨地死去 他仍是这样默默地去做 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 从他的身上 我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也是完全地捨却自己 与神同等的地位 降卑为人 且是最卑微的奴仆 并且以无罪的身躯 来冤死在让人受尽折磨的十字架上 因为他一心想着 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 拯救一切 我们这些世上的灵魂 包括那些羞辱他的 辱骂他的 陷害他的 甚至鞭打他的人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耶稣基督的心 他的意念就是 他的舍己 他的顺服 他的谦卑 这是一条一路向下的 没有很低 只有更低的十架之路 耶稣完全地救恩 成为了人类的救助 同样 罗迪克活出的也是一条 向下的舍己之路 他背着顶着叛徒的马鸣 冒着生命的危险 救出了一个一个战俘的时候 一心想着 就是要再多救一个人 他没有想过 要得到多大的荣耀 如果不是有幸存者 将这个事情公开出来 他就永远是背着一个叛徒的马鸣 背着叛徒的赤物 默默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当中 但上帝将他升高 上帝没有忘记他 上帝感动了得救的残伏 将罗迪克他的士气 大白于天下 使他得到了应有的荣誉 保罗为菲利比教会信徒 由我们这些所有的基督徒们 树立了耶稣基督 这一谦卑顺服的终极榜样 我们唯有效法耶稣基督 不自私自利 不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当顾自己的事 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够保持教会的合一 才能团结一心 来完成耶稣福音的大使命 神保守并拯救所有谦卑的人 他爱他们 安慰他们 倾听他们 赐大恩给他们 神把他们的谦卑 升为荣耀 谦卑的人 即使遭到苦难 心中仍然是有平安 因为他们的心 是安放在主的怀中的 不是在世界里 愿我们这个时刻 以耶稣基督的意念 为我们的意念 以谦卑顺服的心 在社会和教会的生活中 坐眼发光 荣耀神的名 Amen 好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为了我们的罪 降卑为人 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使我们急着信靠他 得着永生的盼望 求主继续加添我们的力量 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 特别是在这疫情期间 世界经济受到极大的打击 许多弟兄姐妹的生意和工作 也都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一起来谦卑仰望耶稣 一起来效法耶稣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顺服耶稣所赐的这份痛苦经历 在基督耶稣里忍耐到底 最后上帝必定会让我们 与耶稣基督同德永生 因为神说 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 并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神接着先知马拉基 对我们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两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 请福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请大家选择这里的三种方式之一 来奉献您的使忆和感恩 如果您对这三种方式都不熟悉 您也可以将奉献寄存起来 以后来教会聚会时 再一起奉献 接下来我们来看本周的家事报告 教会的门讯课程即将开始 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来参加 若有一参与者 请尽快向你的小家长或者是金老师来报名 我们一年一度为新加坡40天祷告 即将在7月1日开始 您可以通过荧幕上的网址 或QR码来进入祷告手册 每天的祷告指引 会在半夜的12点01分上载到网址上 鼓励弟兄姐妹们 进食一餐 一起为新加坡来祷告 关于加油祝福的影印本 有需要加油祝福影印本的会友们 可以向金老师报名 教会将收取每本两元的成本费 目前教会的网页临时已更新 弟兄姐妹们可以用以下的网址 或者是QR码来浏览和下载 教会最新的主日信息视频 主日周报和小家的四个W资料 今天的家事报告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亲爱的弟兄姊妹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已经来到崇拜聚会的结尾 同时也是我们今年2020年三半年的结尾 我们要感谢上帝这半年来 让新加坡能够顺利度过这一次的病毒疫情 现在已经来到解封后的第二个阶段 所以我们要继续祷告 让新加坡能够很快地 从第二阶段升级到第三个阶段 好让我们能够很快地 恢复实体的崇拜聚会 同时我们也要纪念来临的这一个新加坡的大选 我们祷告 求主感动我们国人能够选出和他心意的领导 这时候我们要以祭祀的身份 我们来为新加坡来祝福 当新加坡蒙福的时候 我们也蒙福 Amen 所以我们一起来伸出你的祷告的手 我们来为新加坡来祝福 愿耶和华 愿耶和华赐福给新加坡 保护新加坡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新加坡 赐恩给新加坡 愿耶和华向新加坡仰脸 赐新加坡平安 Amen Amen